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手座的饭桌前顾不得自己吃 而是想给妈妈加菜 吃饭 爸爸 给你加菜 看见她爸妈应该都没了吧 爸妈的位置只摆着两副碗筷 四八号哎过了四天 幸福里时间告一段落 我们回到了日常之中 但这件事也彻底改变了 我对怪谈的看法 清明期间 沈小微住进了医院 检查了没有后遗症 直到今天上课也没有来学校 老师在讲台上板书 而我的思绪 依然被困在那个幸福里小区 白光是真的 果然 这个世界上有和我眼睛 一样怪异的东西 还有学长 如果没有他留下的线索和指引 我和小微恐怕很难做出去 站住 把摩托带的啊 压力管 啊 伤口的 你吗 少了吧 早都瞎哭了 我都把口鲁买回来了 是 我的毛巨岛 一切如此正常 正常的好像 那一碗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阳光洒下来 光线照亮着教室里的灰尘 那碗冰冷的感觉 似乎从 是什么 开始顺着脊椎向上爬下 啥天玩是 你们究竟看到摩托是了 思想外他个虫呢 我怎么害怕过 看到什么 我也有点犯处 除了学长消失的痕迹 我们实际上 什么都没看见 总之你行不行吧 我跟妥妥被楼道登 练练一楼 我跟妥妥被楼道登 练练一楼 楼道登 你拿天要是跟我们一起 上课就晓得了 不对 你楼天得亏吗 跟我们一起上课 得了吧 连色小威都能被吓成哪个样子 也只有你这条 搞我毛的心毛的肥的 哦 超次 外话呗 不是被吓成那样 要得要被合成哪个样子 不叫她闲事木我情况 有空我们可以远卡着吧 要不叫今天吧 哦 不行 我妈今天要回来 阿姨回来了 那明后天也行 我跟孙小威发个行李宗说一下 她难得见到妈妈 虽然家里有钱 但父母早早离婚 现在她的妈妈会顶起来看她 对她来说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拿回 好天可吧 上课林如期而至 张一哥回到自己的位置 教室外的同学开始纷纷落座 短暂的吵闹之后 学校浮予平静 又是周诗诗擦完了黑板 我看她转身回到座位上的声音 这时语文老师刚好来的教室 窄天成 在 去老师办公室一趟吧 有人找你有事 啊 谁啊 不知道为什么 她与其间带着犹豫 气势似乎也弱了些 似乎有些 赵老师她在办公室等你 嗯 你直接找她吧 我皱起眉头 无所谓的站起来 周诗诗目不转睛的盯着我 脸上带着好气 她为什么这么盯着我 她 不会是那种 对灵异不感兴趣 但是对你感兴趣的桥段吗 你现在就去吧 似乎是出了什么大事 知道了 我慢慢走到办公室 心想 最糟的情况就是 私闯幸福里的事被人举报了 可是在幸福里遭遇的生死危机相比 被老头批评一顿也没大所谓 难道是警察 老师办公室的门虚远着 我敲了门 没有等情境 直接退门而入 大部分老师都上课去了 只有少数老师留在里面背课 老赵正和一个男人说了什么 看我来了 他们的对话也随之停下 果然是警察 他穿着警服 看起来丝织出头 一脸卷容 尽管在笑 但眉宇间的凶狠 难以掩盖 老头跟他站在一起 显得更加矮小勾搂了 幸福里却是有真实不虚的怪异 可是警察已经察觉到了 展建成 瞧瞧你惹的祸 没有啊 我又有啥祸了 我过坐平静 看着满脸鹿绒的老赵 鹿绒的老赵 试图掩盖过去 诶 早老师不要凶啊 嘛 冷漠的死就好 实在道歉 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明知道小区被崩了 这孩子还硬闯进去 现在的眼儿们啊 真的是个个喜欢逞能 怎么呢 老子喜欢逞能 诶 我调皮的还叫我吗 好嘞好嘞 也没这么大事 我就单独问他几句话 你看看吧 警察都来学校找你谈话了 你赶紧坦白充宽 呃 少少 我要跟牌去说吗 没没没 不是大事 呃 我来回来的 也不是带着人物来 诶 来 赞同学是吧 呃 我们就在外面走廊说几句 你于是回答我就行 我叫常怀信 你叫我藏手手或者藏警官就好了 不知道这个人能不能信任 哦 好 班级朗松课文的声音 反而让走廊显得各家安静 这个人背对着窗外的阳光 正面沐浴在浓烈的阴灵之中 好像不是好文人 他用宽大的手推着我背朝厕所走去 我总觉得哪里不对 赶紧一个闪生 这 藏手手 有没有事 你俩自己说吧 我晓得 刚才你的一个同学周思思 把你的名字和事情告诉我了 周思思 他 我有些恼我 怪不得他一直盯着我 原来是因为这个 真不知道他跟警察说了什么 警察的话也接 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不过 为什么场警官找周思思 难道说 他跟幸福业的事情也有关 嗯 刚才我在科技的时候 先找他聊聊 三天前的晚上 你跟另外几个同学 为什么是要尽客 幸福丽小区的 幸福丽小区的 幸福丽小区 网上罗署 罗六零一时间 我蛮好奇 所以就渴了 我没有立场 对警察隐瞒 所以就去了呗 如果他们不知道 里面有什么怪事 说破天 就是个通报批评 真正令我废贼的事 周思思也去了吗 他怎么看到我们的 哪天取而立 圣小薇 张乙库 周思思之外 还有哪个壳的 我们楼天毛带班长壳 我们三个一起壳的 我心下诧异 周思思为什么会去 幸福丽小区 跟我们一样 是专程去探林了吗 不对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 他知道我是幽魂社的人 还在Q信上 旁交侧击 如果问的话 至少我可以带他一起去 我总觉得 这不像是他有多爬升 反而在等待什么别的事情 被暴力出来了 周思思同学 那天晚上夜客下去了 但他毛紧可 只是愿一愿 看得你们紧到小区里面 这么说来 他在跟踪 感到有些茫然 也 没什么立场要做这事 难道说 只是吃宵夜 无意中看着你们呢 我今天没有来文哲的意思 那也不是我大事情 那个老小区的封锁 也只是走下这样子 附近蛮多老居民 为了走进楼 也会狠穿小区 只不过前段时间 又一个叫柳洋的 举播始终了 他是你们上一盖的学生 而且跟你们满手 对吧 对 从我们去幸福里 开始到现在三天内 眼前的场景观 似乎就把我的人际关系摸透了 老警察都 摸你这个关系 需要什么 也太简单了吧 朋友 我再问你三个问题 你于是回答就快了 第一个问题 你们之前在斗影高头 看过柳洋的 幸福里小区的直播吗 没看过 后来听说了 但直播有问题 想要看的时候 全网都给下架了 第二个问题 你们是个照柳洋的吗 我愣了下 难道我要告诉他 是那怪光 假冒 死去的柳洋 忽然找上我的吗 我有遇 警察首首 我的确这种想法 因为说上他 就是我们舌坦的前舌长 好 第三个问题 会不太虚勉化 但是非常重要 希望你不要瞒到我 那天晚上 你们尽可以后 又没有碰到 奇怪的事情 我还是不要选择 能不能信任他 小区肯定有问题 但我不知道 如实透露后 会遭遇什么 被当成精神病 一辈子脱为父母 也不是没可能 奇怪的事情是指 比如说 看到那些奇怪的人 奇怪的闲想 幸福你我们金克国 待了有一哈就取来了 我感觉到你 就是个五人小区吧 是有许莫失了吗 因为你金克国 其他金克国的人 我也是能问你 没有特别振得你的意思 我要怎么回答呢 先存个档 说出来会不会把事情 变得更复杂呢 甚至 场警官会不会要我们 配合调查 55人失踪案 和学长的失踪呢 我心知肚明 那些人确实都死了 因为那种怪光而死了 我不敢保证 自己在专业人士的 连续盘文下 还能不暴露 但如果他们 不知道怪异的存在 我说出来 他们就会相信 我只不过 是个高中生罢了 手里也没有任何证据 或者 我该不该 对他有所隐瞒呢 我决定 毛都奇怪的是 长信没有接话 长怀信没接话 我知道 他没相信我 我没有多闪他的视线 继续接一圈 沈小薇三个人 进小区广了一圈 主要是里面 死宅是梦的模式好玩的 而且当时 也已经忙完了 迫着也迫不去个模式 所以我们就走了 是这样吗 那你们有没有 碰到其他人呢 我是说和你们一样 跑进来 探索领仪时间的了 没有 可能我们走得比较早 在楼上 也没有举一道 由拉谷往小区方扬走 好 我明白了 聊完后 他领我回到办公室 老赵一脸怒意 故事张望 看我接近时 才把身子收回去 长警官你们聊完了 这孩子 没犯什么大错吧 毛德斯 赵老师 你莫中往怀去想 警察来找 不一定就是追责 我只是来了解情况 你不用指着这个 我先走了 赵天辰同学 你也赶紧回个山口吧 学习要紧 你倒是高二的学生了 要好好学习啊 我点点头 在老赵和常怀仙 见过了两人的 寒生送别的时候 一个人回到教室里 坐回自己的位置 静静地看着周詩詩的背影 她为什么也去幸福里 她爸妈是不是在幸福里消失呢 她是不是要去找她爸妈 我肯定要探望盛小薇啊 有情有义 但能不能把这身情去那一换了 真的 有负了 鞋盒 我去鞋盒了 鞋盒旁边有一家 重用烧板很好吃 自从我们在幸福里 探里回来后 她就因为孤独 今下住院了 好不容易熬到周末 我拉上张一颗 探望盛小薇 想把憋在心里的歉 亲口告诉她 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不理那条消息 没有冒冒失事闯进去 她也不会被人这样 为了表示诚意 我去买了一 她不是要吃热干面吗 我被张一颗阻止了 结果半路上张一颗就吃了 你他们要是宅起 我们就只能跟他说哪条了 我操 张一颗无论看着我 手上动作没听 他开枪开枪 我要在医院达成喧哗啊 张总 反正他又白洗洗牌 伤逼我真是服了你 那又透气病了 您是的 戴得看 倒了 R207病房 我来到病房前 张一颗刚好进门 却有一个刚刚从病房出来的中年男人 显示撞在一起 我一眼就认出 但是生小的爸爸 下意识就马上端正了姿态 他是个宽厚本分的人 不像老张男人凶爸爸 但也给人一种抱欺负的感觉 穿着朴素的棕色外套和灰裤子 只在下巴上了个微醋胡子 天臣 你是来看我们家薇薇的吧 好出息啊 他们一家人都不讲无法是吗 对 对啊 叔叔好 这个 是我同学 啊 孙叔叔好 我叫曾颖胡 他似乎也被 生小微父亲的气质吓到了 赶紧把白毛薯片藏在了身边 好 好啊 你们快进去吧 薇薇这几天一直在跟我闹别扭 总想着快点出院 他住的哪一棵呀 协和的病床是能让没病的人 就是会能站住走的吗 我们还把一个关系 他现在情况还稳定吧 还是得再休养一阵子才行 天臣 以后啊 你可别再带他去那种地方 太危险了 他和善地说着 我却不敢陪他一起笑 完了 他已经知道是我带生小微去幸福里的了 来都来了 还学大人带东西过来 是给他买的零食吧 这 也不是什么太贵的零食 他伸手抓回去 打开一看 里面只剩了几包辣条 饼干和一包薯片了 明明从超市出来还蛮蛮的 但张一克这狗东西的菜 公交上干净一大半 辣条啊 这东西不健康 你们正长身体 这种东西的油都是脏的 把薯片带进去吧 薯片不怎么健康啊 他说着把辣条从袋子里抓了出来 也把薯片和袋子塞回我手了 接着他带着辣条离开 只留下我考证一个 好好 辣条也没得了 哎 还准备的时候让我去 现在哪个帮他起了呢 你给把妈鼻子赶紧进课 天晨 玉科 不要紧 我觉得我现在 你也就这点出息了 那好吧 不过几天之后我就出院了 过几天呢 就能在学校见到你们了 你们可要 他这一小段音乐怎么跟那个 音乐观蟑螂做的那个什么 在这我还玩了的 三浮一样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手电宠 手机重担机爬掉 那天晚上 多亏那家伙把 步行人事的我背了出来 否则我大概也会和 刘洋一样 永远留在那里 他还真是个可靠的人 我看着他的 Q信头像微微发漏 脑海俗迟着语言 想找个话题 聊些天 可是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该说什么好 我低着头 边想边笑的将暮光 从手机挪开 看着窗外 有一只黑色的奇异小鸟 落在了窗台上 我隔着玻璃看他 他既不像燕子 也不像乌鸦 两翼狭长 唯鱼修长如断 背部的羽毛 柔顺的像是青棉般 反射着光泽 我凑近窗户观察 发现他的身体 就像是黑色的水晶 他把修长的灰 抵在玻璃上 轻轻的敲打着 红色的毛子 犹如宝石 在和我对视 比起生物 他更像是一尊 精美的雕塑 他有四个眼睛 神是鬼拆的 我拉开了窗户 而他明白了我的意思 扇起翅膀 向后飞了起来 在窗户打开之后 又落在绿合金窗框上 开始直直地看向我 你看这个楼 看出去的高度 不像是低层 也有点高 一般病房 住院的病房 如果是像这样 有高度的话 他外面会有铁栏杆 防止病人自杀 我不自觉地 抬起手上去吗 尤其是VIP病房 你懂的 感受他的质感 但是感觉触电了 刹那间四周病房 场景飞速后退 某种强大的吸力 牵引着我 就是 是 看着我看到四只眼睛 然后被整了一条 螺旋的翻光隧道 画面从我身边飞锁了过 我紧不出太多 也看过窗台 看到了展店成长大的魔 黑鸟就在她的胳膊上 开了只树鱼 一批断 看到这样一颗 它乘上一艘游轮 慢慢驶向黑色海域的镜头 我还看到了一个庞然的大物 它吞吟着红如鲜水的场合 整天长和什么人 正在我的下方仰望着 最后画面终于加速成了 没有意义 也无法理解的渗乱光带 但光芒来到镜头 我重新被抛弃在黑暗中 似乎在短短的瞬间 经过属于百季的岁月 回过神来 我已跌缩在了地上 黑鸟不见了 空旷的窗台间 只有半身窗子被风吹的 直噶作响 沈小微几天前出院了 恢复得不错 毕竟生理上没有太大创伤 心理方面我不得而知 不过能看到他又活力满满 像碾狗一样 碾着我跑的尽头 我多少也终于放下点心 街角上依然有人 不断更新怪谈 幸福里刘阳学长 失踪的事件 连同三年前 五十五位老人的失踪案 似乎都因为某个 仙姑的新怪谈 轻而易举被遗忘掉了 四月十五日夜里 常怀行警官在学生门口 又找了我一次 他简单地询问着我的近况 想知道我有没有去 其他什么地方探领 一个警察询问这种 和案件无关的事 让我非常迷茫 显然 虽然常怀行没有为难我 但学校这边 对警察上门一时相当重视 现在我得写一份 五千字的回国书 在全校面前朗读开头 读到无所谓 让我写五千字 我还不如死算了 不过 只要沈小薇和张一科 平安无事 这些都是小的 小事情 在沈小薇住院期间 我犹豫了很久 向学长的班主任 问到了学长的家庭地址 买了一项牛奶去探望 然而 开门的 却是一家陌生人 他们似乎早就搬过来了 和我没说几句就把门关上反锁 不管是否会被常怀心发现 至少我想把学长的手机还回去 那他用了很久 款式以及并临淘汰的iPhone X 这几年下来 他一直都没有把它换掉 或许 他真的很缺钱 因为就连手机外壳也磨损得厉害 只剩下一个由他亲自设计的 G导logo贴纸 在发红的手机壳下 依然被保护得崭新如新 刚进学生那年 我还没有自己的手机 偶尔在车上辗转反侧时 学长会把手机借给我们打游戏 现在 又在我手里了 他还能开机 但我从来没用过 从此以后 许多人的世界里 再也没有了流氧存在的痕迹 我先上寄导看一下仙姑 怎么这些铁子没更新啊 失踪55人是在参加一次 廉价旅行社组织的满江红登山队的活动中 在郊外一个名为六眼山的景区失踪 而剩余的上千居民 至今没有查询到他们被迁往什么地方 55个人在六眼山遇到了某种异常 被附身之后重新回到了小区 然后把小区的上千人一起带去了异时节 或者是杀掉了 旧经文里登山队共有56人 在刘洋手机里看他直播的55人 应该就是55个老人 后来又多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没有失踪的第66个人了 新闻以老聪的画名代替了那名幸存者的身份 也没有关于他的后事 仔细想想 这个案子之间已经是三年前的事情了 况且当时参团人的年龄 就算有幸存者 这三年因病而死的可能性 没睡好吗 班长自顾自作在我课周前的椅子上 我有些发懵 周诗师似乎也不好意思的推推眼睛 是在补作业吗 这几天的都没交吧 你熬得很晚吗 为什么外面是中式的这个校舞里 没有穿JK套啊 真的是 妈妈 我得写了个姚明的大剪套的 班长哪来的 你觉得 我唯一模式要写这份剪套的 又得写这个扫 我还以为你会凶我来着 我又不是要凶你啊 又得写这个扫 因为你总是很凶啊 看起来很不好说话 又得写这个扫 我和你做个交易怎么样 五千字挺多吧 我帮你写 这家伙笑起来真好看啊 连我也偶尔会被他的外貌惊艳 不过他有什么生意可以跟我做 我该不会被他算计了吧 他跟我们去幸福里打小报告 然后我写检讨 我也都被他算好了吧 可他开出的条件也确实诱人 我恨不得现在就立刻跪歇黄了 你处死 不行吗 我注意到他叠放在一起的两双手 两只手不停变换着上下的位置 我有意识地想要放松自己的态度 但实在找不出正常社交的方法 只好下意识地摸你 起张一颗阴阳怪气的说话方式 班长啊 你则先去保护我 又替我写检讨 可可就是一哈子就起来了呀 他先是呆了呆 然后五嘴笑了起来 好像很开心 最后他把十指插进眼睛的空隙内 擦着笑出来的泪花 接下来有一本正经的佛服眼睛 你 你 到时候打算用这个表情去朗松吗 这什么好笑的 这人家都看起来了 不可以是班长 不过 说的 别贫了 颠养快线可不够 这 这我能不能太担心 我想 问你点事 我表面上笑着心里越来越冷静 我是谁啊 历史所行 他猛地打断了我的话 故意说大的眼睛 在加速度的影响下趴着掉在桌上 虽然这样说不好 但我看到班长前面 我 什么时候可以不塞这种 有些的东西呢 嗯 一定能说这种话吗 放学后我们再说吧 我这表情包包可爱呢 好 又变成 两个妹妹追你是吧 去 去 展天城 这边 为了不让其他同学看到乱纯八卦 她拖了校服 还特地带我去了一家离学校比较远的咖啡厅 我仰头打亮这家木子兰咖啡厅的招牌 这家店面距离学校足足三站路 绝大部分同学放学后都不会经过这条街 确实是一个谈试的好地方 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 总觉得那里跟自己格格不入 终于可以好好地谈事情了 那天晚上 你们在幸福里到底看到了什么 她向夏天决心般开门精神地poche问题 可我不准备直接回答她 哇 班长达冷 维莫斯会对幸福里一感兴趣 前几年 在那里面失踪了五十五个人 最近我们学校出来的一个主播 刘洋 也失踪在里面 我感觉幸福里小区特别的神秘 你和沈小薇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她怎么就住院了 我咳嗽了一下 不该点什么 看那一副坦然自若的模样 简直像预备好了说辞 满江红灯三得 你得拐坦感兴趣 你得拐坦感兴趣 伤喽喽的时候 剩下尾打的了 我们就把它损一圆可了 我还因为这个事 被邦安达野妈肥过来的 我选择用带些真话的假话来胡弄 会像当时大爷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脸上的紧张到底是真的 可是 看见她陷入犹豫的表情 我反而松了口气 继续探寻怪异事件的人 越少越好 我绝不想让更多人 变得像学长那样 湮灭成一个黑色的烙印 而且直到现在 我仍然不清楚 为什么那个刘阳会找上我 可是 既然你已经见过长警官了 那你应该知道 那天晚上我看到了全部的过程 自从刘阳失踪后 我就一直在关注 有关幸福里的事情 那得看到莫斯尔连 你们在一个封闭的铁门前 几乎是转瞬就消失了 之后 我又向保安他们都确认过 没有人见到你们进入 只见到你们出来 别再找借口搪塞了 你都参加了游魂社 总不会不相信我亲眼见到的怪异现象吧 班长 你到底想跟我说摩托 接着他深吸一口气 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老天保佑母子平安 老天保佑母子平安 周宇华是哪位 死我 我就是周宇华 你是唐燕君家属对吧 恭喜啊 母子平安 是顺产 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谢谢啊 真是感谢 你可以进去了 玉华 娟儿 很有精神的孩子呢 真活泼好动 真是可爱 来 管了爸爸抱抱你 让我看看我们女儿 你看了 乐阎燕金葬的鸡翼香里 葬拿以后肯定跟你一样漂亮 嘴巴很像你呢 我爱乐家 再辛苦也知道 你也别太累着自己 娟儿 等你好一些了 我们就一起把仓子搬起来 厂子的事情 你不要太操心 我会安排好 给你们女儿取个名字吧 要不叫 邹娟 不不不 邹玉言 女儿 还是起秀气一点的名字 不如就叫 周诗诗 好好好 那个名字好 那酒叫周思思 我叫思思啊 我正在帮妈妈洗菜 脸盆了一只她捡回来的烂菜叶 白菜芹菜菜台混在一起 吸进雾泥 汇在一起炒出来 就是今天唯一的菜 武汉的红山菜台 倒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蔬菜 那之后蔬菜呢 最好吃的不是叶子 而是她的根茎 而且她炒出来的这个会有一点 就是甜甜的 这个蔬菜一般最好吃的季节呢 是 过年之后 就是过了冬天 她打了霜 就会特别的甜 初春 爸爸厂子倒了以后 我家每况愈下 爸爸为了赚钱 只能玩出打工 妈妈则在大商场 当临时保洁 勉强度日 妈妈的微薄薪水 连家里的日常开销都不够 为了省钱 我家总是关灯 用冷水洗澡 即便是这样 交完我的学费以后 也没有多少钱剩下来 我把被采烂的叶子洗干净 展开 然后摊在破极里 让妈妈煮一煮 就能吃了 吃饭的时候 妈妈坐我对面 我看她低头的时候 头顶有一大片头发 全部变成了白色 心里非常难受 我只能大口吃饭 把眼泪憋回去 不让妈妈看到 说着一些最近听到的笑话 想让妈妈开心一点 我能看出来 她没有心情听我笑话 但依旧配合着我 直到晚饭结束 饭后 我收拾碗筷 打开水 准备洗碗的时候 听到了敲闻声 难道是房东 我看妈妈 忐忑不安去开门 果然是房东 她是个肥胖的中年人 自从爸爸去外地以后 她总爱催房租 你们给我摩托 房东脱料两个月了 你哪是摩托给你打请过来 她在外面有点困难 前几天打电话跟我说 她被老乡骗了 哎呦 你给我吃了些摩托用的 我已经把你打倒了 让你们不过去两个月 你看你睡点美气还帮我打过来 我也帮我围难你们了 这个 我真的不是故意拖延的 房租我一定会给你的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下个月催催我老公 下个月 怎么也要给家里汇点钱来 你咋老板为难呢 上个月拖了个月 了个月拖下个月 总难够有没我意思呢 我也没别的办法 上个月女儿病了 光看病就花了好多钱 我们也不想拖欠你的房租 等我老公打钱回来 我们到时候 一定把钱给你送过去 房间只点了一个蜡烛 藏上房东的影子 显得特别高大 我很讨厌的 我坐在厨房里 静静听着 要是我能快些长大 该多好 就可以去打工赚钱 忙忙忙了 房东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家 突然把目光看向我 甚至有些磁响 他递给我一百块钱 我也笑得你们不容易 我的懒疆也不待 看看你们 灯都射不得开 但是你拖得太久 要是让其他 就可笑得我好说话 那大家都拖钱 我生活忙过来 这样 天气这么热 我也懒得可超时 卖饿用品的 以后人私私帮我 帮我跑跑退 就当第一部分讽咒 包了个老色 比起他要性骚扰 我伸手准备接钱 妈妈去把我拦住 什么意思啊 气氛令我不安 我紧张地看着妈妈 哎呦 我能幽默怀心眼呢 你们以后挑我 不带舞力的儿子 给我放到门口我就溃了 也不担心丢 这一篇都是我的走客 这样 叔叔 你先可买 我坐着你 跟你妈妈说出话 你把东西放到我屋里门口 再回屋就可以了 这老色皮 想对妈妈图谋不鬼 嗯 狗东西 叔叔 快谢谢叔叔 叔叔真的是帮我们大忙了 快去吧试试 别让叔叔等久了 快咳快咳 哎呀 拉过头又困难的时候 冷帮就帮 也不是莫打死 哇 他回去直击性骚扰现场 性侵现场 我大叫着揽出刀子想把她吓走 但谁会害怕一个小女孩呢 房东抬手 轻轻松松地把瘦肉的窝甩到一边 咚的一声 我的头撞在墙上 但她还不解气 她把妈妈像破布一样丢在一边 冲到我身边 抓起我的头 一下一下往墙上磕 就直接把她捅死 为什么要喊她呢 捡婊子 我感觉她妈要把房东杀了 别打了 你要我干什么都可以 你别打洗洗 你别打我的孩子 剑婊子 妈的 割脸不要脸 养个小丑身都敢得老子动手 这倒为什么不想念 因为有点虐虐了 如果有年轻的女孩子 正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要借助工具巧妙的 或者是强硬的 摆脱这个场景 虽然是常见男性 但是其实并没有那么强壮 并没有 就是假如你能够抓住机会的话 她身体上的优势 并不会那么明显 相信我 去死 房东爱好起来 啊终于开心了 妈妈背对着烛光 手里的水果刀滴着鲜血 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捡起我刚刚掉在地上的刀戳在了房 啊戳在脸上吗 这位置好像有点不对啊 这种留下的后患 她以后还会来找咱们的 或者她要个赔偿也是 有点吃不消 要不然就是一直给小鞋穿也很吃不消 那应该怎么办呢 我的建议是 来啊 你再进我们家 我就捅死你 杀了尿杀了尿 三楼的瓜非要杀了尿 妈妈锁好门 丢下水果刀 赶紧跑过来抱着我 妈妈 你流血了 还用水果刀 你想要威慑谁 要用就用大材刀 妈妈没事 妈妈再也不会那么做了 再也不会了 如果房间里面有陌生的 感觉你感觉有危险 可能会有陌生人进来的话 你又担心你拿着这个刀 可能会被人家抢走 你可以把这个刀绑在你的手上 我的父母呢 在两年前失踪了 还可以上一壶开水 现在是爷爷每月 给我寄付养费 但我知道 只有我知道 我的父母并不是失踪 而是去了一个诡异的地方 我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 但我从来没有成功进去过 他居然还能住在这个房东的家里 他现在只有孤身一人 这房东居然不找他妈的呢 我感觉你这个男主角 知道的世界的阴暗面 跟这个颁奖知道的 差得也太远了吧 那碰什么词呢 你说吧 我听到 既然你们能进入真正的幸福里 那我跟着你们 或许 就能够进入真正的六眼山了 谭林根本不是老得晚的 你父母死终了两年 估计已经 我组织着语言 心里说 要找个话都劝住他 然后就是事忽然抓住了我的手 这时我才发现他快哭了 带着哭腔 他向我低吼 像在试图保护什么东西的时候 带我找到他们 其他的你不用管 之后也不需要管 无论是写毁国书 还是别的任何事 我都答应你 可以吗 周施施性质的样子 和往日判若两人 他正在极力按捺着自己的偏执 想用乖乖女的模样面对我 不过也是为了找父母 我无法对此埋怨什么 如果是我的父母失踪 也许我会比他更激动 三哪 我投降 听了他的话之后 周围的人似乎误解了什么 纷纷向我偷来鄙夷的眼神 我可以带离国客 线索好啊 只是带离国客 我只望我跟你一起伤三 你自己顶个时间 如果到手帽取来 我就保紧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只是 我还是希望能够亲自确认 不管是什么结果 得到个肯定的父母 他擦了泪水 又重新露出了笑容 只要你能带我过去就好 谢谢你了 要去哪儿呀 卧槽 没什么 小薇同学 哦 班长 你是不是哭了 他把你弄哭了 不是 你不回客的吗 你又不跟我一起走 还不允许我到这边来探店了 厉害探店 能干缅腿是吧 不是 你摸手来的 比鬼都合了 我像鬼 怕不是有人做贼心虚哟 你看这 翠翠的这个 高光阴影 正常吗 有必要换成这样吗 我又摸手好虚点 你跟周诗诗两个人要去六眼山露营对吧 你居然单独想跟班长去荒山野岭过夜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人的爸妈都在干嘛 随随便便就可以 天黑了还在外面玩吗 还可以去 不是的 神小薇同学 不是你想的那样 班长他大声要和老眼山谈灵人嘛 我把他送到山脚地下 到时候再跟他锁哈社局死了想 他听着周诗诗一言不发 反复在思考着什么 你还敢去啊 不行 我也要去 不是 你身体刚好就抹在阁了 我到三九家 从晚他之后也就回来了 不行 太危险了 我也要一起去 万一又发生什么危险怎么办 我不能让你带着班长去冒险 好吧 礼拜六 中午十二点 我们约在幸福利小区门口见 但学六眼山为什么要去幸福利呢 别在学校见不就好了 有则的 多上有点把他挤了呀 就这么说定了 不见不散 好了 别 feel'd like Freddie 伽子 伽子 我就是世神小微 打车前往六眼山 一路上我们都很沉默 其实希望班长能帮我报销车费 但我不好意思 班长都一个人了 只有爷爷奶奶的生活费了 你还要他给你报销迪士费呀 是人吗 六眼山既没有眼也没有山 视野可及的范围内 只能看到一片乱世平人 城牌的人工林地 总是被午后的阳光染上光辉 却绿得极其消瘦 我偶尔能听到打转机轰隆作响 在高阶的另一边 又是一片尚未建成的新楼盘 大概这片空地以后 也会变得高楼林地 猫得有楼了 走不了 只能停到这里 好像真的猫得楼库走了 在往前就是高手楼了 猫法停车了 那停路边呗 我们走过去 好的 我考个边 十十五块 你们是要三福报还是 三福报 四十五块感觉也不是很远啊 这里位于江城市三环外的郊区 往南边看 可以看到一排排粉色的码头集中机 但距离少说得有十多公里 这 这只有半荒废的土地 还有不少垃圾 我终于意识到六眼山并不是什么旅游景点 它甚至算不上一个地方 它只是地图上被标注了名字的某处空白 在被开发之前只有被遗忘的 想疯了吧 那折中地方旅游 坑爹的钱吧 这个地方可达心这么差的话 为什么之前会有这么多的建筑物呢 你看看这些都是公共建筑群 那之前的人怎么过来的 我们从高下下去踏着土路朝最高处走 前些日子的雨让这里的泥泥并没有完全跟结成图块 山上杂乱的长着马堂和蟲麻 蟲麻 什么麻 会不会走错了 这哪里像是山啊 山在高架上都比这山要高 跌头上指有这个地方叫楼檐山 那 山楼边是湖 湖的一面就是仰罗开发区了 看这样开发区 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难道是我记错了 这里不是这样的 欣欣这点东西荒唐地破灭了 这感觉绝不好笑 我伸手拍拍它只希望它能回出来 你想啊班长 如果你爸妈真的是在这里始终地 那么明显 不会的 肯定是弄错了 这里不是六眼山 班长 地图上的六眼山就是导航到这里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但事实就是这样 你看 那山包上光秃秃一片 草都没有 我陪天晨去探过很多次灵 据说有鬼的地方 他每次也都像你一样失落 我不是这样的 你不懂 你们根本不懂 我站在路边朝着那所谓的六眼山望去 再加上公路的地势比较高 站在这里 对眼下的风景一览无语 不对 确实不对 六眼山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瞳孔不仅仅缩了些 那山包上 当我看去的时候 满山营野地全是枯黄色的怪草 和幸福里小楼里如出一辙 只要有这种草的地方 绝不干净 我又看向山包周围的环境 那种枯黄的草 果然只在山帮的范围内生长 其他的地方都是正常的绿化区 班长 我们回去吧 继续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义 等一会 我叫住了小微 班长 你不妨把你扶梦的死寝 再投入一点 他刚才那种略显狂躁的神情消退 又变成乖女孩 我有些混乱 也许两种人性同时存在 诱惑着他把自己逼得太紧 早已经被自己的认知给逼分了 如果你不说 我就毛都办法接手帮你了 对不起 我之前的态度不是很好 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是班长你遗漏掉的 告诉我们吧 我爸爸和妈妈的事情 太复杂了 我挑简单的告诉你吧 幸福里小区 满江红登山队失踪案 和我爸爸有关 你爸爸也是登山队的 不是 但他之前见过登山队的幸存者 幸存者 最后一人 我猛地抓住周世智的肩膀 瞪大眼睛 你爸爸见过他 你晓得他是拉过吗 似乎被我吓到了 班长有些紧张地 憋开了头 我缓缓地松开手 我又何尝不像他一样偏执呢 真的能找到这些怪异的时候 我就会有种 得见天日的兴奋感 我不太清楚 但爸爸就是听了他的话 带着妈妈去了六眼山 天辰 你能查出来这个幸存者是谁吗 我要不是蝙蝠侠 木颇冷能查得出来 我试着寻找过他 但一直都没有头绪 展天辰 你已经帮了我 我们俩互不相亲了 班长 有些死寝 只能放下 展天辰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确实 我的父母健在 我身边也有 沈小薇和张一柯 和他相比 我是幸福的 我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失去了双亲的人 现在正在经历 什么样的生活 我先回个几手调查好了 你心魔态在意这里的死 我能把自己死 这里的确有东西 一道家 我便出手调查 55人登山队失踪案的 唯一幸存者 整件事起源于幸福里小区 二位在里面有过一遭 算是有缘分 我将重点绝交在 登山队55个人 失踪的过往新闻报道上 搜索的结果并不多 这种悬而未决的案件 警方一般会冷处理 登山队的那名幸存者 是如今幸福里小区 谜团的唯一线索 也是找到周诗诗父母的关键 后面几天 我翻遍了2015年到2017年 三年之间的江城民事新闻 这是个纯粹的体力活 但因为搜索员 只限于江城本地的报道 所以信息量并不算太夸张 然而 想要从这对新闻中 找到幸福里小区 55人失踪的唯一幸存者 也并不容易 一开始 我甚至一度怀疑 自己陷入了另一个思维陷阱 虽然很辛苦 但我仍然乐在其中 从海量线索中抽丝剥剪 寻找到关键信息的过程 令我兴奋 如果真的能揭开事情的真相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 这也是基岛创立至今的宗旨 终于 在2016年9月的江城日报上 我找到了几座 之前遗漏的新闻 本报讯 昨日新天地集团 与江城市镇 已经对幸福里小区 半江戈小区 和新城小区 动签一式 达成协议 最迟将于2017年 完成旧城改造项目 本报讯 2016年9月10日 独生老人患精神病 无人照看 三不复当言论 还报假警 江口区 幸福里小区 居民江建华 被公安局 已破坏法律实施罪行 实施罪行事拘留 后因诊断期 有轻微中风 和严重的疫症 公安机关已经将江建华 移交相关部门 日前收居于江口区 二期精神病院 江建华 1954年出生汉族 处世江城市 小学文化成都 15年底 曾多次报警 称小区闹鬼 开始在街道 四处宣扬邪教一轮 只是报假警 就被刑拒 然后说邪教 这倒是挺特色 江建华 没错 和周诗世爸爸 有过联系的老爷子 应该就是他 因为和登山队 失踪的行为 毫无关联 所以极其容易 被忽略掉 江建华 宣扬这些怪事言论的日期 和满江红登山队 失踪日期差不多 而且他上街宣扬闹鬼 被收支到精神病院 这半年还刚好和周诗世父母 失踪的时间对上了 宋三思 被我捞出来了 我将这些事告诉 沈小薇和周诗世 并且约好 28号周六 去二期精神病院 碰碰运气 真相仿佛已经唾手可得 我们三人乘坐公交车 来到江口区 二期精神病院 这是方圆几百米内 唯一的高层建筑 这种后立集群的感觉 令人费解 就像是街边其他建筑 在躲避这种医院 这里就是精神病院 感觉和其他医院也差不多 从外面看确实差不多 但我估计斗里会答有不同 比如做岛里 会有打喊打交的冰冷 冰房也会被破得啪啪响 原来的警卫肯定业蛮多 会拉得点滚倒去审思 你是从哪里看到的 你在瞎说 阿卡姆凤原 精神病院怎么可能是那样的 月代病人可是犯法的 你知道吗 总之 希望江建华爷爷 现在还健在 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这也太简单了吧 江建华往得枷锁里嘛 这年头孤寡老人太多了 也许是见怪不怪了吧 我们先进去吧 三个学生太可疑了 真的会给吗 周世世看来是有点高兴 从护士的反应看 江建华似乎还有自理能力 毕竟他老是已经中风 到了无法交流的地步 找到他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江建华的病房子走到中间 门虚掩着 从里面传来对话的声音 他正在跟某个年轻 看来他不是莫是孤寡老人 我没有邀请客吗 来都来了 我们说明来意的话 他女儿应该不会有意见的吧 进门的时候 门里只有两个人 一个穿着灰色毛衣的老爷子 我猜是江建华 正盘腿握在左侧的病床床头 还有个粉色长发的女孩子 和老爷子缓慢地交谈着 当我们进入房门时 他们的视线一并投了过来 老爷子很精神 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他看上去很欢迎我们的到来 眼角迷起笑得很和安 这是出灵师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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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人了呀 请问 您就是江建华爷爷吗 对 你们也是江城铁路高中的学生 我皱起眉头 也是 那个女孩子也是铁高的学生啊 哦 爷爷您好 是的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想要问你 你们是他的同学 他也 如果你们是做直播的 请先回吧 幸福里 没有什么神秘事件 学校里要是有个粉头发的学姐 你会不认识吗 怎么可能 再说呢 她既然已经知道了 屈心无力直播的 刘洋失踪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刘洋旁边的这个 幽灵社探灵机岛 还有这三个人呢 你拉过 回去吧 不要白白丢了性命 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哎 你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沈小薇明显不爽 而那个粉色头发的女孩 再也不看我们一眼 她看上去 知道的事情比我们还多 我决定直切主题 把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告诉江建华 或许能让这位陌生的同学 和我们分享信息 则见斯特沃玛而言非常重要 跟他爸爸有关 我说着将周诗诗推了推 如果周诗诗的父亲 真的和眼前这个老人 有过接触 后者应该还记得他 记得当时 发生在周福身上的事情 我看到那个老人 和爱的表情 一点点僵硬 他愣了一会儿 张嘴问道 声音显得破坏苍老 女娃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周诗诗 我爸爸是周语华 我爸妈在两年前失踪了 在那之前 他曾经和你有过接触 将近话的叹息 像从粉墓里发出来的 那股硬朗的精神头 泯灭了 只剩下强烈的死气 我这才注意到 房间里充满了老臭味 粉龙发女孩的表情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但依然谋不作声 你啊还记得周语华吧 我记得呀 真是作孽啊 早已我害了她全家 我害了她全家 女娃 是我害了你全家呀 作孽 江爷爷 我父母当初听从您的建议 去了六眼山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哎 都是我的错呀 你爸爸是唯一一个 和我命运相仿的人 所以我就告诉她六眼山 可是她 她摸不清那些东西的门路 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不干净的东西 哎 六眼山哪 不是正经人该去的地方 当时跟我们一起的 那帮老哥们 一个接一个都没了 我是最后一个 你爸爸也跟我们一样 碰了那脏东西 但是无论和谁说都没人信 人家只觉得我们是疯子 女娃呀 你日子还长 过好自己的生活 可不要布你爸的后尘 忘了六眼山吧 我没办法就这么放下他们 这两年来 我一直都在寻找他们 不管结果如何 我都要亲眼看看 他们最后去过的地方 江爷爷 您告诉我吧 我爸妈为什么要去六眼山 六眼山到底在哪里 我原本家里面还算富裕 我的父母是开工厂的 可是初中的时候 工厂倒闭了 我爸爸只能外出打工 留下妈妈一个人抚养我 自从爸爸从外地打工回家之后 他就 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我看着满头是谁的父亲 他眼中的憎恨和恶意 都不见了踪影 他没有喊头 而是紧紧地抱住了妈妈 他明明是爱我们的 可他却疯了 为我们疯了 李延绝 对不起 刚才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们去看医生 好不好 爸爸 我手足不错 只知道哭 紧紧地抱住他的背 仿佛他马上就要离开 我再也想不到 你们这些文艺作品里 描述得好了 都在哪里啊 我怎么没见过 我妈都没了 我自己抱都没了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相信我 玉华 你最近 越来越不正常了 今天你差点掐死我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 你会不会对事实 我对不起你们 不行 我不能带死死来啊 我不能再偷了 哪个鬼意思想控制我 我和姜老爷子说的 罗原生 既然他的来源 也遇到过相似的东西 那肯定 肯定有改决的办法 肯定有 对 肯定有 就算了你 车子马上就到了 就到那里等吧 你真的相信 姜老爷子说的那些吗 他能夺得过几地失踪 你也能看到我背上的何搜银 我信他 姻隽 我也只能信他了 那这次回来以后 我们去医院看看 好吗 哎呦 魔供所谋是医院了 我根本叫毛德斌 毛德斌 你们九子不醒我 等到我来宾你们就懂了 这次一定有效果 男的情绪好问了 一定有效果 感觉他不被鬼上身 也挺危险 爸爸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我恐惧地看一下 我们包子的爸爸 害怕他会再次发病 再去打人 和他去紧紧抱一下 四四 爸爸猫特别 但爸爸改决身上的鬼 一定回来好好工作 让你和妈妈 都过上好日子 好好工作 回个等我们 这话也很奇怪 他说 我肯定回来好好扫办 好好赚钱 谁会说 我肯定回来好好工作 我还会说 让你跟妈妈相复 也不是让你跟妈妈 过好日子 在那天前往六眼山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我爸一直艰辛 有恶鬼跟着他 那段时间他性情大变 整个人都变得非常偏执 只有妈妈 依然不离不弃地陪着他 六眼山 在他看来是寻求解脱的机会 我不自觉 看着那个粉发女孩 她也在思索着 班长提到的黑色手印 和我在幸福里小区 见到的白光 怎么看不是一种东西 只不过我不是专业人士 没有办法身子下结论 父母失踪之后 爷爷便报了警 警察去搜山找过 却什么都没有找到 当时 我每天晚上都守在家门前 等他们回来 边等边哭 哭累了就睡 要不是我爷爷照顾着我 我恐怕撑不到现在 江爷爷 请告诉我 真正的六眼山到底在哪里 哎 糟涅啊 我真是糟涅啊 这时江建华就显了疯癫的样子 她开始疯狂的右手掌 凹凹自己的头颅 我一直以为 她是被误关的人 却忘了 她可能真的是个神经病 我冲过去 想要制止她 但粉发少女孩 快不上前 在江建华彻底哭号起来前 轻轻地拍了自她的肩膀 仿佛是命令般地说 冯清雪 别招惹来护士 而江老爷子在她的体型下 竟如回魂般猛的吸气 借着水水脑袋 又重新回到 刚刚那个悲痛的表情 刘娅 我已是口快 回你一家了 这个粉色的女孩 有神奇的力量 可以让风流的人 暂时回复清明吗 什么意思 言出法随 我诧异地看着她 又看着班长 周诗诗紧紧地咬住下唇 等着老人 道出当年的真相 那还是两年前 我在禅通寺 保育你的父母 宝通禅寺 当时 有素材吃 小子乐 雨华 他们真的帮得上忙吗 一定可以 那个四哥六大丝 肯定能够帮我取膜 其实 我 我朋友认识一个很好的医生 他就在同济那边 我们待会儿出来后 去那边看看吧 你们怎么背的 背的背的 砍个鸡巴医生 只有达斯 达斯才能帮我 达斯已经回报了 好像武汉人 本地囚乡会去 桂园寺 说那里比较灵验 这跑通蚕寺的 好像相对来说比较少 但是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大师了 你看到的都是幻觉 你只是压力太大了 只需要 相信我 老婆 相信我好不好 我真的毛疯 我真的看到了 他一直在跟着我 医院求不了我的 寺庙的住持是个和善的老头 破坏费了些自财 夫妻俩在捧着香 与其他相隔 共同面前住持 被引领到庙里上香 师主 阿弥陀佛 我听说您坚持要见我 是为了什么事 居士达斯 你一定要帮押我 我 我被鬼惨到了 鬼 什么鬼 我到外地大宫里走 有一天不小心 就被他惨到了 他一直跟着我 干了我的想法 想把我带一起走 带到印草地 服务的那个 居士达斯 你一定要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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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还不是死了呢 免得累累你的家人 这个住持一讲话的时候 底造就好大 仿佛跟这个角色不是同一个 地方录的音 好奇怪 可是 师主 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跟着你啊 他肯定是躲下来了 这里是佛门清静之地 他委居佛造的法力 所以不敢先生 但是只要我一去 寺苗闻 他就会死不死地帮我去了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无论是在这里 还是在外面 您身上没有东西 就是没有东西啊 不不不 八色 他一直在亲死我的老子 我感觉他不停地来 我是在狭抓 我都快要疯了 你不行 你不行 我偷给你看 你看我背囊 都是你 都是何事的收银 你不行 我偷给你看 师主 师主 请不要这样 我们这里是趁寂寺了 相课有的诚心念佛 有的却忍不住笑出来 这是 你看上 我会不会看到 哈色赫色的收银 我每会照镜子都可以看得到 而且原来我们一起 逃去他死里 逃去他死里 快 把衣服穿上 他们都在笑我们呢 这位师主 快把衣服穿上吧 你这样成何体统啊 大孙 你们不要看到吗 你们来大孙就看不见吗 爱 主持身心 主持了周玉华 还把他按倒在地上 驱离了四秒 妈妈一边流泪 一边 跟着押送他的人 往外走 狼狈的出去了 在被驱逐出去 怒火熄灭后 周玉华渐渐清醒 意识到自己 刚才的决动 实在是太过于出隔 他狠狠楼出唐妍卷 两人坐在路边的花坛 气不成声 老公 我们去医院看看 好不好 妍卷哪 我毛德宾 毛德宾 妍卷哪 我毛疆你才相信我了 啊 拿出证据啊 宝贝 我知道你能好过来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看见你父母坐在外面 我看见了 就想着 要不要去问问 老弟呀 女色老公 你是不是被那个主持 赶出来了 真话问 怎么像搞电视诈骗 死了 关你摸死了 别费那筋了 老弟 我咳嗽了几下 眼前这个人到中间的小老弟 眼磨性的很深 他的老婆也憔悴得很 可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他跟我一样 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你死了 老婆 你先别问 我先和你说吧 那个主持就什么都看不见 别费劲了 你造他救命 救莫斯斯人 这老弟还算是恶人静 他老婆倒露出厌烦的表情 大概不是把我当骗子 就是把我当疯子 可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世上有哪些鬼 爱他们在外面 也在城里 他们想杀人 想吃人 我杀也不求 杀也不败 我和你一样 碰到了脏东西 你 证据呢 证据 我哪有什么证据啊 我就是看出来了 老弟 你瞧瞧你脖子上的手印 那这种鬼怪 他占据了人的心 然后再去 想和他身边的人 就跟传染病或者 文艺差不多 要知道 当时在武汉 一开始说 治不了 还会承认给家人的时候 确实有人选择 自我了断也不回家呢 可比这位 爸爸不知道 高到哪里去了 你砍得到 棍子 你真地砍得到 那可不 我见得多了 我还见过 人突然就没了的 快死了 不不不 老师傅 终于有了 相信我 你 你一定要帮我 自调明楼啊 雨华 老师傅 这 我哪里有什么明路啊 我也是 此生难保 老师傅 你 你也有何手艺 不是 那是另外一种 他想把我带走 他已经带了几十个人了 那 那你一直往国来了 我操 老师傅 我这段死亡 真是快要疯了 观察 观察 再观察 他们是有套路的 你只要跟着套路走 他们就暂时带不走你 桃楼 我突然发觉自己 这老头在说假 而且 他遇到的白光 和周福遇到的黑手印 果然不是一种东西 那这世界上 究竟还有多少这样 真正的怪异存在 呃 江爷爷 是怎样的 我们前几天按照道行 磕过一次六眼山 六夜九十个 高架楼下的小山包 你要说的这个六眼山 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啊 江爷爷 请告诉我六眼山的路吧 我也有非去不可的理由 你也 你为什么要去那里啊 我说 你到底拉过啊 不是跟你们有关系吗 那地方 只能挺本事啊 高银子 你暂时只需要知道这些 你们又是谁 至于我去六眼山的理由 就当做和周诗诗同学相访吧 你该不会也是家人 在六眼山失踪了吧 同学的表情 糊液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就两人之间 哎 你们俩不要为我打价了 吧 我心 我是展天城 哼 刘阳的幽魂社成员 对吧 他和我提起过你 如果你们想要去真正的六眼山 只会白白送命 你能死养 不过 别吵了 都别去 我不想害你们 周语华是被藏东西盯上了 我让他去六眼山 后代还有一丝机会 但你们 初心说 你们学生娃是早上的太阳 又何苦跑到那地方去耸命啊 看了这个历会 首先这个展天城 他这个脖子 这个地方 结果错了 结果错了 而且你看他这个斜方机 简直发达都不可惜 再来看这个狗因子 这个脸吧 就不是特别的对称 然后这个左肩膀和右肩膀 还不一样宽 这个胸部的结构也不对 我开花的菜还是老婆 江爷爷 从你那天 把我父母推到六眼山之后 这件事情就不可避免了 我一定会去的 这是我现在还活着的理由 这个班长 周诗诗的这个离回就更累了 你看这个肩膀 这个结构就不对 而且 画的一边高一边低 斜方机还不一样 然后这个肩膀的这个肩头 应该是圆润的 他的这个肩头是一个直角吃出来的 然后吧 你看他这个 手放在前面 就完全看不出前后关系 他这个透视根本就不太行 就是看起来 这个手像断了一样 也不像是有这种立体的关系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手 是吧 也画的不是很精彩 要不你们整个AI画吧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在周诗诗诗诗下 他身影逐渐微弱 他低头看着床单 显得更加愧疚 我感觉周诗诗说的有道理 江江华当年不多嘴 周诗诗的妈妈 爸爸也不会去留人生 不过我更好奇的是 他如何幸存呢 满江红灯线队 五十六个人 就大爱活着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你怎么从幸福里逃出来 他怎么从满江队 不对 满江红灯山队逃出来的呗 江爷 满江红灯山队 死亡了那么多人 你还是沐浪渡过一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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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沐浪渡过一几点 说来话长 我们满江红灯山队 当时从柳岩山回来以后 好哥们 就在一个月之内 陆续被那东西抓走了 那东西 没有具体的星体 晚上楼道灯亮起来的时候 下面的人就没了 我亲眼见到过几次 还见到过 他把我一个老兄弟带走了 我知道他在找我 那这老头 他这个衬衫用领子 结合有对的 男人进大远小 又有一个前后关系 也没有 但是我也看懂了一些规律 下楼的时候 不要回头 下楼的时候 铁片枣 手不要浮栏杆 因为栏杆不存在的 这怎么好像我看过的规则怪谈 这位朋友 身上的错误就太多了 这历会我就不认识了 你看这衣服 这画的什么东西 要不找个AI 其实 这和爬山的一样的道理 你要说爬山时的常态 山道没有栏杆 所以上楼的时候 不要浮栏杆 浮栏杆就是错的 上山时回头 等于想叛徒而飞 所以上楼的时候不回头 他就不出现 下山的时候 要靠着山侧走 所以下楼要贴边走 不能走中间 要贴墙 不然 他也会出现 江家华说他的心得 我有所迷雾 那晚我们在楼道里 被光追逐 却是违背了这些些规矩 无论是抓着扶梯 站在楼道中间 还是四处观望 一边往上爬 这些事情我们都干过 照这么说来 这个东西在惩罚 登山半途而飞的人 也就意味着 满座红登山队 那天在六点山 没有登顶就下来了 江爷爷 立马乐天爬山 是不是毛登顶呢 那座山本身就不能爬 爬到顶不行 爬一半也不行 全是死路一条 那天我们登山队凌晨三点 就等在幸福里小区门口的公交站 那帮旅行转 那帮旅行车让我们爬山看日出嘛 所以就起很早 但是我们没想到会上错车 正是因为上错了车 还去了不该去的山 不该去的山 对 我们去了另外一座六眼山 又高又大 黑骨隆咚的 车子到了高架上 还有个公交站 我们就在那里下车了 当时我还纳闷 怎么高架上还有公交站呢 娃娃们 你们真不怕死 凌晨三点在幸福里小区 等第一批公交 如果车牌是22路公交 我想就能去另一座六眼山了 好的 城市都市传说 另外一个高发的这个场景 公交车 公交车站 地铁 地铁车站出现了 金山的路前 有两个拱形台阶 台阶的前面 有三个石头凳子 如果看到三个凳子 你们就能确定自己到了 真正的六眼山 如果没有看到 就继续登车 还有 不要坐过站 也不要错过车 不然 就留在路上 回不来了 传着正的灵异公交啊 我看沈小卫的方向 现在即便不让他跟我们一起去 大概也会被他强行追悟 还有这个狗影子 我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要跟三个妹子 一举是探灵了 好 妈 你爬着 他没有 他访时间结束了 病人要去吃药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最后五分钟啊 护士突然进来提醒我们抓紧时间 说完再见之后我们就离开了病房 在医院大门口我看着街面上的车和行人来来吻吻 二七边缘洁白的高墙处理在城市中仿佛有一种刚刚回归现实的不真实感 按照江建华的说法那座山不存在于现实世界 只能通过坐灵异公交才能前往 这简直就是九十年代的老旧香港鬼故事啊 你们觉得江爷爷说的那些是真的吗 他毛都不要凭我们吧 但是神经病 你们是要去六眼山吗 对吧 戴上我的话 可以安全不少 看你细胳膊细腿的 戴上你 说不定最后是我们保护你呢 沈小薇不满地举起嘴 她的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显然有点不服气 你刚才一直来说 我们可老远三次回宝宝宋明 听起来你好像满意有把握啊 关于老远三次你到底晓得像莫斯 莫斯不介意能多一个人一起课啊 北京我们能多好办事嘛 大家也能互相着音 你们去春游的是吧 狗鹰子知道的东西 包括他掌握的手段 显然是我们 或者说我所需要 能够和他同行 妥妥的危险系数 也能大大降低 而且 说不定这个人知道 关于我的秘密 万一我还能开发开发 走那种搜神吃鬼的路上呢 我暗自摇了摇头 结束了换 现在大家都要可老远三 而且刚好 物语藏家快到了 以好凌晨 带幸福里校区回合 莫阳 嗯 我没意见 翻转 狗鹰子只是点了点头 虽然他看上去很冷淡 但高耀的模样中 又透露着 我求求了 不要再来这种宅单 聊起来救命啊 在那之前 我想跟你确认一件事 莫斯 你在幸福里小区 看到了刘洋吧 我和他同一见 他最后 应该是死在那光下了 请保需要等你假交换 你先告诉我你有什么情况 你还笑得些莫斯 你们进去之前 我知道里没有问题 我只是想确定那里白光的细节 我只想知道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 我只是想知道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 如果能去六眼山 就留到那时再说吧 我原以为周诗师就已经和常人不同 狗鹰子比他更甚 他最跟常人不同的应该是胸部吧 兄弟 他果然和我一样不正常 确实你们身体结构都不正常 这让我有种忽然发现同类的兴奋和结尾 狗鹰子所说的教育 似乎把它培养成了一个 习惯受人尊敬的大小姐 这个狗家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从幸福里开始 我似乎被诅咒了一样 不断地遇到各种诡异知识 如果 如果这些事发生的十分频繁 那我们的世界在狗鹰子这样的人眼中 又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旧车站的简陋站牌 孤零零树在路边 幸福里没有站台 烧烤布和小吃摊的违章站道 让他面前的道路相当狭窄 街上现在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夜风中有粘稠的湿气 散落的纸壳丸 烧烤的签子被堆满在垃圾桶里 溢出来又落到我们脚边上 迷离散落在下水道口 只是环卫工人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间 幸福里小区门口的港厅也毫无亮光 我们换暖身行动便利的衣服 食物和水 外加手电充电宝 如果一国小区喊毛来 我们就坐轮 站牌上没有22路 这个时间点也不会有公交 我们约好在这等一个小时 车面来就回家 我们在夜风中默默等待着 差不多过了40分钟 就在我以为江建华在耍我们的时候 只见道路的尽头 一辆白绿相见的公交车 缓缓开了过来 很奇怪 它没有引擎声 只有轮子 车架在移动时产生的质压质压声 车头都明明亮着 光却很微弱 车子开进了些 我们看见了22号 车子稳稳停在我们面前 前门哐当一下打开 我们相识无语 接着我第一个走了上去 司机坐在驾驶座上 在这已经完全没有公交的时间点 这个司机看起来像是个正常人 司机师傅 这车可楼云山吗 可啊 蛮多人都可来的碗 你们也是可来的爬山的吧 师傅答应就 呃 等一下 爬山开耳区 那快上来 可完了就错个耳区了 山上面蛮多人 走吧 快点 狗银子呢 我们想骚马 司机却摆摆手 这公交还是免费的 我们没有过问 默默坐到了公交车 最末端的一排 接着车子无声的启动 窗外的视野变得幽黑 当它开动一段距离以后 窗外又逐渐能看清东西 只见成牌的剧名楼 都系着灯 没有半年的光亮 我看见路灯的影子 在眼前飞跃 它们发出昏暗 惨白的光 萧索地疏离于街头 沈小薇下意识 抓住我的手 我能感到她的不安 但是狗银子 和周诗师 坐在靠窗的位置 显得非常平静 站台上站了一群人 车子的前门 光当一下大开 喂喂 不过海游轮要上车吧 我小声嘀咕 狗银子突然抓住我的手 看向我摇了摇头 我看向周诗师 和沈小薇 他们脸都变得苍白了 有七八个人形暗影 陆续上了车 他们的身体 都是黑色的雾气 完全看不清楚 我突然觉得眼睛 有些搔痒 揉了眼睛之后 眼前的景象 却风雨突变 要有高能了 刚才车上的影子 此刻都显出了 老年人的模糊轮廓 而且他们都穿着 红色的短袖夹克 戴着红帽子 手里还拿着旗子 背着小包 他们是满江红灯山队 那些人就这么朝我们的位置走过来 老人的身体并不稳定 不时化作暗影 他们的手臂扬起 模拟着曾经的弹笑 手里的棋子划过我的眼前 我强称着 摆出镇定的表情 这里只有我一个男生 我不能让自己的恐慌 再感染到神小卫 就是人家明明明也淡定吧 狗因此一言不发 眼神没有挪得意 挪意地看着前 司机坐在驾驶座上 用江城话告诫着 那几个老人笑着回 不要紧 我们可怕闪的 害怕车子晃一哈 搞不到我们比的还扎实一些 爹爹们可怕落人闪的吧 哎 找位置坐上老王 我晓得 你这个模式坐 眼睛的骚痒停止 老人的心态 随时变回了一团团黑色的暗舞 这反而让我有些庆幸 老人们一边说话 一边坐到了座位上 伴随着这些老人坐下 逐渐有一种诡异的碎子草 开始从他们的椅背上抽牙 车子的座位搬来就不多 我们已经站了四个 他们上来又站了不少 从市区到六原山 三十多公里 公交的路线还要更远 再上人的话 这辆车很快就会坐满 而登上那座山的人 总共有五十五个 当新站点在附近 几个站点停靠的时候 果然又有满江红登山 对老人上车 你看这 这也只有个人看着我呢 今天我想了二十多个人 这样一来 空座位就彻底耗尽了 我没有出声 一位老人就坐在我的左边 把头贴在窗户上 似乎在打顿 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或许他们确实还活着 在被光芒吞没后 永远地活在二十二路公交车中 重复上山遇见怪异的旅途 这像是幸福里小区的楼层 无尽的车 狗鹰子 不是要到阵才下吗 下一站到底是不是这样 应该不是啊 记录一下 我没有听从狗鹰子的指示 毕竟这辆公交车不正常 往窗外看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也很诡异 我担心下车以后 会被困在这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那就危险了 况且 这些老人暂时还没有 做出危险的驱动 说不定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前往六云山呢 这次慢悠悠的停靠在车站旁又有几个老人上了车 他们静止朝我们走来 仿佛我们不存在一般 就这么坐在了我们的座位上 他们就像是透明的幻影一样和我们重叠 这感觉很奇妙 我看向身上喂他们 示意他们不要作声 然而刚刚以为已经安全下来 我就察觉到了身体上的不适 逐渐感觉腰酸背痛 牙齿也疼得厉害 视力大幅度退化 右膝盖也不舒服 变成老人了 四肢逐渐不受控制 大脑无比迟钝 奇怪为什么会有一股无法抵抗的睡意 来不及思考答案 眼前愈发模糊 意识化作重视 沉入了黑暗的海底 哎怎么回来了 突然间我在车站的站牌前醒过过来 朝周围看了看 沈小卫 狗影子 还有卓士师 都站在我身边 朝露的镜头张望 并没有注意到我的一样 紧接着道路的镜头 一辆白绿相见的公交车 缓缓开了过来 这一幕怎么似曾像是 刚才那些事对他们来说 仿佛从未发生过一样 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 怎么回事 难道是我的幻觉吗 车子稳稳的停在我们面前 前门光荡一下打开 我迟疑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走上了车 难道刚才应该下车 哦 这又重复了 重复了 不过海洋人要上车吧 先入循环了 爹的门光荡 我笑得你这个摩扫着 你要不过下车呢 我也觉得不下车不行 因为前面就要到站了 我已经看到站在前面 站着四个人 我们站了他们的位置 后果会如何 我不敢度 老实说 但是那个人跟我说 不要提前下车 但反正这个地方就选了吧 我们几个人跑到后门 门一开就跑下去了 那四个老人 走到我们座位上坐下 车子关上门 慢慢又开走 接着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厂房 旁边还有一个三层小楼 厂房大门招牌上 写着除生人 我们绕了站牌后 发现整条线路只有22路 站盘上标注的站点 密密麻麻 有名字的却只有四个 罗家嘴 青钢厂 盲盒阵 进线路 奇怪的是 这条路首尾相接 就像是 无线旋关的线回车 我们又陷入了 另一种无线回廊 这是 爸爸的厂 这工厂 是你爸爸的吗 我小时候 我爸爸开厂做调味料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破产了 我当时太小了 记不清事情的经过 喂 告诉你们一个怀消息 我们被捆去了 这是当然的 只不过 如果连这个公交车站 都能困死我们 那那座山 也就别想去了 我从来没有去过 爸妈以前开的厂 至少我的记忆里没去过 我们先去调查一下 嗯 说不定能遭到 我们是弦肃而言 放心吧 这里没有危险 你说没有就没有 是小飞不爽地看向狗因子 后者完全没有理会 而是看向我 这里只有过去时光的幻象 只要避开他们 就不会发生什么奇怪的事 你懂得也可真不骚啊 还是得小心一点为好 要是出了什么情况 就赶紧离开 我们走吧 我们被困在了某种幻象中 经过22人交通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幻境中穿梭 但这辆公交车 本身就充满各种疑点 除我们之外 车内最多可以挤下32人 超过32人 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公交车 每次靠站 就会有不听数量的人上车 我们可以点击画面中的询问 来得知下一站上车的打击人数 以便做出下一步的决策 点击出发 公交就会朝下一个 可探索的站点出发 到达可探索站点 点击下车 便可以下车探索 但在成功抵达 在下个可探索站点之前 公交会不断在并 无可探索内容的野外站点靠站 奇怪的是 公交能否抵达可探索站点 不取决于经过了多少野外站点 而是取决于某种其探索 在可探索站点下车后 可以点击右侧的大致地点 和具体地点的按钮 进行探索 并且寻找线索 另外点击左上角的位置标识 能够打开地图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一定要及时返回公交 无论点左侧的上车 或者是先点击站台 返回站台再上车 都可以及时返回公交 全部都有 还不及时返回公交 我该诧な様子 她就有上车 擤